新闻的会来庆山来座会 欢迎来宁美国者董志森先生 国民党团副主席长赖世宝先生 美国者蓝轩小姐 感谢上帖学校校灵火旺千 还有我们K-BOX阿林医生 以及新闻的主持人李彦秋师姐 观众们我是李彦秋 欢迎光临新闻夜总会的庆山来座会 谢谢最好朋友谢谢 哇 赖委员 今天听说立法院里面 立法委员都去抢着看心脏科门诊 大家得了心脚痛 今天因为王院长召集了朝野协商 大家来讨论说 怎么样砍立法委员自己的福利 这个真是史无前例第一招 那到底现在会场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待会来听赖老师 可以做一个现场实况转播 所以我先来看一下 到底后来9A删了几A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 赖老师带来的最新讯息 其实这个版本是 国民党提出来的协商版本 就是前面八项有没有 统统都删 后面这些 国民党原先这个党团决定 要这样删的 后来又都做了一些的改变 比方说行动电话费 国民党说要删5000 后来只删3000 文具费了 本来是国民党说要删1万 后来只删了5000 汽油费大家都删6000多块 国会交流的事务费 本来说要删16万 那现在只删12万 所以这些加起来呢 就没有原来删的多了 所以现在只删到45.7% 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 这是不是国民党又觉得删下去太狠心 又舍不得 赖委员是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次老实讲 国民党因为外面的压力很大 然后这个又是执政党嘛 事实上来讲的话 我想原来我们出去要去协商之前 这个版本是不变的 林洪子还打电话给我 他说师父兄我们得到消息 民进党主张全山 我们跟进 今天我们的记者会是说 我们是51.3%起跳 然后另外一个就全山 我们两个都接受 而且全山不是猜争讲的 172万版本 因为我们好几个委员是有意见的 说今天他成全他一个人 我们删的比较更多 所以我们的版本是183万 如果全山的话 我们是这样删183万 对 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 然后就党团等于干部要去 对啊 那你们就去标啊 去标 有啊 现场就标 那为什么标到最后还少删了呢 后来因为要参加贵集目啊 所以 不能讲话了 所以这个里面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什么叫出 你们后来有在退让 还是说 我想这个 是民进党的要求吗 当然是民进党的要求嘛 就讲传了就是 在海党团认为我们这样删太多嘛 伤筋动骨嘛 就这么简单嘛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去批评 谁怎么样怎么样 而是说 从我们国民党团 我礼拜我吓一跳 那种反弹的深度比想象大了太多 就是你真的从人家口袋里面 他拿钱出来真的好痛喔 真的好痛喔 知道了吗 好痛喔 第二个 民进党团 今年党团大会一样炮顺隆隆 他的精彩的程度不会输给 里巴尔的国民党团的党团大会 不会输 现在就要搞清楚 是民进党都说我们全山 那个国民党说我们再留一点吧 还是说国民党说我们这样子就这样子 要不然我们就全山 是民进党说哎呦拜托拜托 实在是不行啦 留一点给给我们吧 谁 我觉得这个要搞清楚吧 搞清楚好 我们出去今天已经正式开记者会 全面13台的摄影机公布了 对 这是我们的底线 底线 不会再多余也小于 这个或者全山 或者全山 所以现在变得少山 少山那就很简单嘛 除了你国民党坚持嘛 那王院长在那里总是希望大家和谐嘛 大家彼此尊重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坚持那就表决了 就表决 这个事情表决起来也不好看啦 我认为这里面就是 都讲一讲就好了 而且要有一个很重要 一定要替立委讲讲一点话 这个三的就是没有了 未来三年都没有了 未来三年 有人以为说 那把它法制化以后就有了 没有这回事 今天王院长他们还提 提那个里面条文讲得很清楚 任何增加从下一届开始 所以三的就乘以三 就乘以三 绝对 我确定 那个军工叫退休的 有可能 有可能 或者是 明年可以再编 立法案绝对不可能 三的就没有了 你不要话讲太早 这个我们要再来看的 最早今天我得到讯息 今天是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讲说 这个删了以后 三年 这一届立法委员 通通都没有 好 我们这个等一下可以来讲 但是这个部分 我们要弄清楚一下 既然国民党说 我可以全删 也可以保留这样 保留这一些 删这一些 其他的这些全删 但是为什么到最后 少删了 而且这少删的幅度 大概是 十万 少删了十万块 这是那里面发生什么事 左右 我们听这个赖委员的说法 就是说很显然的 因为这个国民党 一个是全删 另外一个的话 是部分删 那是他们的底线 意思是说 至少一定要删这样子 不能够再低了 不能够再删更少 但后来显示出来删更少 所以听起来 就是民进党踩了刹车 比如说他对外说 我们要飙车 这是一个赛局 大家硬着头 劈了 就是大家来进香 说看谁删得多 是啊 民进党是这样讲的 进到草野协商里头的时候 对内就显然不是 这个样的讲法 就说那这样子 大家意思意思就好了 那不要删太多了 是结果才会这个样子吗 听起来是这个样子 那这是刚刚赖委员说的 描述起来是一个状况 而且我觉得就目前 看得到的媒体报道 民进党先前的公开态度看起来 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的意思 大家回过头去看看 这个理解上面 这个整理的文字 今天的晚报的报道说 最后的决议是这个样子的 看最后一句 是 没有法源的全山 对 所以就表示 听起来要飙车 是 要飙 所以他们才 国民党才会觉得说 那我们是不是 就是那个版本了 全山的版本 全山的版本要出来 但是我觉得大家再往前 看个几句话 你就会发现说 我觉得民进党根本在骗人 他说除了立委的本薪 年终 助理薪资 年终 跟加班费 跟业务活动费 还有办公室的事务费之外 没有法源的才全山 对 所以他这个内容 你要不断的 follow这几天的状况 你就会知道说 办公室事务费 不是一个项目 是一个统称 所以我们会发现 民进党到最后出来讲说 在朝野协商里面 我们多么的努力 能够把这些删除 国民党是多么的想要能够留啊 所以我们在里面 还做了非常激烈的争执 是因为我们民进党 才把这些都删了 删成这样 可是真的很让人好奇 如果国民党的版本 已经很清楚的话 民进党从来没有 跟我们看过版本了 说实在 那现在出来 反而还少删了 这当中绝对有一点问题吧 可是我觉得 胡王老师 其实大家都看到 少删两千块 少删个五千块 其实我觉得 对于国会议员来讲 已经真的颜面扫地了 不过我觉得重点 其实是心态 其实你国民党版本 它删百分之五十一点三 如果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过得很好 而且大家薪水都在增加 这都没有问题 可是今天台湾目前的状况 就是说 因为经济 显然现在在保育总队嘛 你要开玩笑 不一定上得去 人民一定会检验说 这个他们留着是什么 留着是每个月的汽油费 两万块 对 留了 每个月的行动电话费 还有一万两千块 这就是说他们立法委员 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所需要的花费 那人民会想说 你们立法委员一个月薪水多少 二十万 你知道我们大学教授 一个月薪水多少 十万 我们贡献会比 郑教授 我们郑教授薪水会比立法 我们的贡献会比立法委员差 我们立法委员有些 不但没有对社会有贡献 还危害你知道吗 人民就会算这些东西 我说没关系 当然国民党 今天是立委 你知道这些立委 为什么会说不要三的原因 很简单 因为立委的心态 理论上从事政治职务的心态 应该是我为国家服务 为人民服务 如果你的心态是说 因为立法委员薪水比较高 我才来 他当然不愿意删 一毛钱都不删最好 这一次会删是因为 民意压力实在太大了 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状况之下 老百姓会去检验 到底他留了什么东西 我们大学教授上学 不需要交通费 也需要 我们要不要开车 也要开车 学生有时候问我们 有时候请学生吃饭 也要花钱 我们科学这些东西都要补助呢 你的薪水已经高我们的一倍了 人民会这样算 你说大学教授跟立法委员谁贡献大 你要知道真正认真的大学教授 事实上绝对比立法委员贡献大很多 你说那大学教授里面也有胡混的 那我说立法委员里面也有胡混 你要这样算 你怎么算 今天这一张的整个一个朝野协商 一定非常的有趣 而且听说在里面 还有人强迫 一定要发起这什么 9A的这个蔡正元委员 要跟所有的委员道歉 这一定要好 我们带人回来的请教 欢迎回来 第一个董事长来做会 今天终于立法院自攻大会 开了一个党政的 开了一个朝野协商会 结果里面呢 就是说到底这个9项啊 或者其他没有法员的福利 到底要不要怎么样的删法 就国民党的党板提出来 而且甚至说他们可以全删 但是呢 后来所出来的 并没有像国民党所说的 删的那么多 大概又少了10万块左右 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不晓得小董 这个看起来 是大家又有志一同啦 那个会里面应该是 同病相连的气氛很重 对啊 其实国民党跟民党 在这次里面 内心大家都有共识 可是外面的压力很大 像小董嘴巴最坏 都把他们讲得很难听 所以大家就有顾忌啊 那刚刚 赖委员讲那么多 其实讲穿了 他讲的肉肉等 讲穿了就是国民党的标准 比民进党高 民进党后来可能苦苦哀求 又跟民进党保留了一小部分 我讲这个大概没有错啦 大概就这样 是 但是 你这个东西明天见报以后 民进党可不是这个讲法 然后后天立法院会再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 然后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大家讲不一样 那我收穿了啦 其实大家都不敢啦 都不敢就舍不得 一定是舍不得嘛 所以你是说民进党理直也要 面子也要 这是他一贯的本事嘛 那我知道民进党在里面 开党团会议的时候 里面多数人是 主张不要删了 而且最好通通不要删 然后里面还讲说 我们不要跟国民党在那边大飙车 标成这样我们什么都一无所有 里面其实是这样泡声隆隆 但是我们也知道民进党里面 顾及形象或者孤名调义的人也不少啦 就里面会讲很多东西 但是我觉得你 以现在不管是高标准或低标准 我老实讲民众都不会反应 对啊 民众觉得你们没有了就没有了 为什么 你讲别人的钱 你们是四个字啊 以法无计啊 对不对 一毛都不能留啊 讲自己的钱也是四个字 都有法言 那今天民众怎么能够接受呢 今天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它弄清楚 不要到就真的像小董讲的 哎民进党就一出来讲说 哎哟国民党在里头啊 什么都要就是因为靠我们 所以我们 这个把它给删除了 是我们来坚持这样子的公平正义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坎仁阿萨利 坎吉很痛心这个是民进党今天的党团大会哦 党团大会今天中午民进党历经两个小时的会议激烈的辩论在里面 大多数人不赞成全树山 可是陈其迈 段仪康 管碧林 郑力军 他们坚持要回应社会期待 名字全部都算 我们完全负责 党团总召科进民认为 告诉大家后来讲 我们已经跟国民党是处于竞赛的状况 所以会议最后说服多数的反对意见达成共识 就是说除了立委的薪水 这些年中助理的薪水 加班费 业务活动费 办公室的事务费以外 其他的没有法源的全山 而且出来其实像记者是宣布的 既然是全山的话 就表示他们的标准比你们高太多 你们除了全山 还有保留一点点小尾巴 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尾巴 也都越来越长 这样子这个 是不是这个气氛 今天他进来是不是这个气氛你感觉 我很负责任的讲 我确实也以为说他们要全山 后来是这个条文看到以后 才刚才蓝宣讲的 其实他最后决议这样讲 其他无法源全山 他等于是没有山 可一毛型都不山 哪一项跟办公室失误没有关系 你要扯都可以把它扯起来 都有 他们今天一件事的时候 是不是国民党就是 其实国民党摆得很清楚嘛 就是两个版本嘛 那民进来就很清楚了 他们态度就是说 全山 不能飙车哦 要理性对待哦 要理性对待 不能飙车 一项一项的检讨 然后王院长一开始讲说 先确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没有法院 只是没有完成法制化 没有定性 这个很学问啊 好高深哦 有点听不太懂 我以为民进党他们在野党会反对啊 因为他们就是冲着军公教那个退休的就是没有法院三嘛 对不对 是啊 大家都同意啊 就是有法院但是没有完成法制化 所以我们就先确定啊 哪几项要留下来 那几项再把它完成法制化 什么叫完成法制化 就是我们是根据刚刚提到 zdję宝宴主持法32条对不对 要办公室有事务会对不对 然後就要確定包括哪幾項 哪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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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 哪幾項 這是說黨團這個開完會向大眾宣布講說 我們要全山 來回應社會期待 其實進到了朝野協商的 沒有 不是這樣的氣氛 沒有氣氛沒有 就是說不要 大姐不要 不要 說標車沒有意思啦 標車沒有意思 要理性來對待 那是誰在裡面要蔡正元道歉 蔡英黨的幾乎都要嘛 你這個說 當然他們講說你不能用A啦 因為在用A這個字 就變成說我們都犯罪嘛 後來蔡正元就真的也說 他引起大家困擾表示歉意啦 這種講法 這個要他道歉的還挺滿意的 你看 我覺得立法院會動用私刑耶 有人這個樣子的嗎 還逼著蔡正元委員道歉 不是 我覺得一個是動用私刑的 你說其實你會親下來之後 其實真的覺得說立法院委員 當然朝野之前目前聽起來 確實國民黨可能標準比民黨高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對於這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都是不願意刪的啊 而且還認為都是蔡正元有的禍 我覺得這部分有符合民眾期待嗎 而且再一個除了動用私刑 要對蔡正元道歉之外 你不覺得講到說並不是缺乏法源 而是只有沒有法治的話有點串供之嫌嗎 不不 我再講 要大家通通造成同意的 我再補充一句話 那朝野寫上說是這樣子就可以這樣子嗎 你講說要他道歉不是只有今天喔 在國民黨團前天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委員就說 蔡委員 你一定要跟我道歉 你沒有道歉以後不跟你講話 他也道歉了 喔 哇 壓力好大喔 這真是 你說你是民旗 可是市長對外 這件事情佔得一副非常正義領然的樣子嗎 所以今天他也要蔡正元道歉 我覺得非常的令人驚訝啊 而且缺乏法源這件事情 你們說不是缺乏法源 就可以說不是缺乏法源 立法委員這麼大啊 不是 如果不是 如果是都合法的話 都有法源的話 那就跟軍公教的那個不一樣啦 那就有種的 一樣都不要刪啊 為什麼又要回應社會期待 這個說不通的啦 不過重點其實我倒不太管 有沒有法源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有些法力下來 也不一定公平正義你知道嗎 我剛剛把它算了一下 他們每個月這14項裡面 他每個月事實上是除了薪水之外 每個月多了15萬多 他那現在刪掉的結果是 每個月還有8萬多 各位立法委員 他的哈不當當什麼行動費啊 汽油費啊 什麼加起來 比一個人的薪水 每個月喔 每個月還多8萬5喔 是比一個人一般小老闆的薪水 多好幾倍耶 所以我說他做那些事情 我們大學教授以前也講說 裡面有什麼交通補助費什麼 但是我們加起來就是10萬 很簡單 你們全部加起來就是 對對對 全部加起來就是10萬 問題是他們加起來 如果你們再加起來 他們將近30萬耶 我如果都會到我會很不公平耶 你會說那誰叫你 你不去選 說老實話 說老實話 民意代表應該有這樣的心態 就是說我當立法委員在社會上 很有風頭 很有權力 就是他有名 有名就不要講利 坦白講 如果要利就不要當名 所以我認為說如果你要名要利 這事實上沒有這種事你知道嗎 老師我還要再跟你講說 其實像這個文具費喔 本來你看2萬塊一個月耶 你們不是很多22K嗎 一個月才2萬2嗎 人家文具費就已經編了 就已經編了是你們22K了 所以現在呢 國民黨說三一半變成1萬 後來還變成5千 只3、5千 還是文具費就留1萬5 每個月都有1萬5 好啦 還是那句話啦 買鉛筆當柴燒啦 而且我其實我比較不滿意就是說 這立法委員很多人把它想成說 他在為民服務這樣的成本 是由納稅員出 其實說老實話 這其實邏輯根本不通你知道嗎 因為事實上立法委員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為民服務嘛 那為什麼要額外還要給你錢呢 就像我們大學老師 我們工作就要教書啊 所以... 為民服務費 如果我今天我為了教書方... 為了我的... 把我的書教的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請研究生吃飯 我們絕不會說那我要申請補助啊 不會 因為那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嘛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這個民進黨的對外聲明 是一種騙人法 就是你說全部刪 哇 聽起來很有魄力 事實上呢 除了9A之外 通通可以刪 那等於沒有要刪 但是我說國民黨 雖然比民進黨好一點點 但我也必須講這叫稀釋法 為什麼叫稀釋法呢 因為剛剛李姐講了一些 我覺得他們其實坦白講 你仔細去看他的時候 他... 我覺得因為一般民眾不會仔細看 你仔細去看的話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點奸詐 為什麼從9A討論到變成14項 他後來加進了5項 那這個加進5項之後呢 在今天部分刪的時候呢 刪了8項 所以你會以為說9A當中刪8項 好像刪很多對不對 沒有 但是這兩個加起來之後呢 他刪了大部分是後面的那5項 少部分原本的9A 那為什麼大部分這個5項要通通刪 來魚目捆豬呢 因為後面那5項有什麼 生日券啊 才2000塊 國會交流 國會交流比較多 對 駕駛的誤餐費也不過才2000塊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用少的去頂替多的 其實大家都已經這個 把這個整個定調在這個 3A 刪幾A這個上面 其實這一點都不重要 他都給你玩遊戲啊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了 現在重要的是說 刪掉的怎麼樣回來 你覺得刪掉以後不會回來嗎 小董你覺得呢 你絕對會回來 怎麼回來的問題而已 就是到時候用另外一個名稱 讓他真正法制化 讓你們就沒有話講嘛 現在立法院最有名的委員叫蔡一山 蔡正元就主張一一都要刪除 結果要被逼得出來道歉 你就可以看到 而且國民黨裡面有人要他道歉 對啊 我家就是登報算 登報 居民同報書本人蔡正元在此 誓中三局公道歉 那你做的事情其實是符合民理 是對的 為什麼要 還要出來道歉對不對 那我們講 其實立法院 他們知不知道這個違法 早就知道 自己預算中心三年前就 就已經把他羅列出來 哪一條你們這些都是 都是沒有法源預計的嘛 都已經跟你這樣 你們自自不理 那現在是因為媒體揭露 來了民眾很混淆 然後才想說 我們來趕快做一個樣子好了 那你還要告訴我們說有法源 那有法源就有種就不要刪嘛 對啊 就是這樣啊 今天還一開始就講有法源 講的就更讓人生氣 我的博協眾所作之 但是很多人都不曉得 我平常看報紙很仔細 看影劇新聞更仔細 胡瓜的女婿李靖良 跟他太太小鎮要吵著離婚 你知道 李靖良就編出一堆理由說 這小鎮好非喔 怎麼講東講西 小鎮只講了一句話傳神 不愛就滾 你看 我真的奉勸很多立委 不要在那邊扭扭捏捏 你不愛就滾就不要幹嘛 就是我講的話 如果今天立法委員覺得說 這樣把我刪光了 我這樣怎麼當啊 那你不要當 一定有人想當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各位看了這樣子 你不知道反黨的黨團大會 裡面反彈之大 你沒辦法想像的 所以我像民進黨的黨團大會 一樣啦 也是一樣 大家都一樣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真的大家想說 就像剛才林老師所講的 你真的那個人說 我在裡面就引用你的話 我在黨團大會就 一開始第三棒我就講話了 我就引用你的話 我說 董志成就講的這樣子 這是你自己要選的 沒有人叫你選的 不要選就好了 我就這樣講 小鎮再把那個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的博學告訴大家 不愛就滾 就滾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啊 好 我們待會兒其實可以看到 但是只有這一些嘛 大家好捨不得的感覺 可是不是只有這一些 隨口講講 剛剛 又露出來 還有好多呀 我們待會兒再回來 強調希望在99年6月30號前 完成中投的公開雕售 當時這個又賣的掉又賣的好 是最好 我們希望能夠儘快轉型成功 所以我們當然有不同的方案 但這個方案真的要試各種 其他相關的藝術一併考量 國民黨談處理黨產不是第一次 展示改革決心也不是頭一回 這次到底是不是完真的 歡迎回來新聞業總會在庭桑來做會 我們其實要關注的不是說 他們資格刪了多少 而是這些真的刪掉了嗎 刪了以後會怎麼樣的回來 不是會不會回來 是怎麼樣回來 剛剛賴老師講說 絕對不會再回來了 對 不會用這些科目回來 因為立法院是幹什麼 立法院專門是立法的 這個是他們的專業 所以怎麼樣把這些錢 再藏在什麼地方 再讓它回來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坐高鐵有沒有 高鐵台鐵什麼什麼鐵 反正飛機通通不限次數 那個錢誰出 那個錢當然是立法院要出 因為這些交通單位要向立法院報 請問一下那個預算在哪裡 我翻遍了所有立法院的預算書 沒有這筆預算 藏在哪裡 這都很清楚嘛 這些錢到時候可以藏在哪裡 其實立法委員都知道 只是看王院長 要不要用這種方式 再把這些錢還給立法委員 而我們大家監不監督得到 我覺得這是後面 我們大家要看的 很多人還在朝思暮想 怎麼再把它弄回來 然後去盧王院長嗎 去盧王院長 但是我要告訴王院長 你要小心 人家說失明者昌 可是失... 得明者昌失明者是王 你不要到時候失掉平心 但是 你看 就是說 你剛剛講了這麼多 其實很多項目 我覺得都不太...都不合理 你剛剛講的 譬如說出國那個 剛剛火旺老師說 你編在國內 編在立法院裡面 院內 這個很合適 然後你要去用 再去用 你知道民口95年 那時候馬上久了特別被炒 有台北市議員去檢舉 立法院好幾個委員 所以你們都去香港 一天來回 去把錢三十幾萬都領走了 檢察官到現在不處理 你說這個事情第一次曝光 也不是啊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 因為我們過去監督不過的力量 我們大家都有責任 對 因為... 我們監督不到朝野協商 不到朝野協商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 一定要給他一致到位 而且 不要聽他們講得漂亮 就是說很多人都要... 西裔人區最有名的一句話 就是說不要讓他回來啦 回不去了啦 你就要讓他回不去啊 現在他們都在想辦法說 我們是不是用一個什麼 辦公室什麼會什麼會 哎呀... 對... 一定是用辦公室事務會嘛 辦公室務會 一定用類似這樣的名稱 這個絕對不能給他 所以我建議一次就無底搓心 立法委員 就是跟部長一樣領死薪水 其他都沒有 你要... 你要什麼國際交流 什麼什麼... 全部編到立法院裡面 那時候什麼交通的 因為我也很能夠諒解 有些外島的 譬如說他住澎湖 他要來開會 他實在是交通費用比別人高 或怎麼樣 這些東西要跟利好 實報實消就好了 實報實消 對 這個... 這個要小心喔 我們就是有人講這個觀念 跟小董講一模一樣 我們就比到... 講得很大聲喔 比到政府官就好了 其他都不要 什麼之類 馬上被打槍 接亞連山的馬上來 部長有這個你知道嗎 部長有那個你知道嗎 部長福利都好 部長也有 打電話前部長也有耶 還有他們部長都有 部長福利 講一堆 接亞連山最少兩個立委 三個立委馬上講說 部長這個我們有嗎 部長那個我們有嗎 我們沒有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 就事論是就以立委來講 就以立委來講的話 我是這樣子的 就是你剛剛講的 犀利人氣 我本來想用那句話了 回不去了 我認為 因為在這樣媒體的 強大的監督之下 真的回不去了 就這些砍他就砍了啦 只是說這樣砍的結果 大家可能還不滿意 老實講我也不滿意 但是我覺得以我來講 我不方便講太多什麼 因為我是主張全部都不要的 但是就是... 小心點 下次就是你道歉了 媒體要跟長在哪 媒體監督力量大一點 其實回不去了 對 我要講 回不去了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現在討論 回不回得去都還太快了 就是說現在的曹瑀祥的內容 大家滿意了嗎 我覺得很簡單的 再唸一次給大家聽 就是說 目前有幾個 只塞一小部分的 譬如說剩下來的 每個月的行動電話 你認為立法委員 可以給他補助一萬二嗎 每個月的文具跟郵票 現在貼郵票的很多嗎 一萬五 可以給他一萬五嗎 每一個的汽郵費 兩萬 要補助他兩萬嗎 每一年的國會交流事務經費 剛剛黃老師講的 經常去了香港 一趟回來就通通臨走了 現在二十萬 你覺得這幾個合理嗎 合理 我覺得再說 其他回不回得去 以後會不會回不去 如果覺得不合理的話 事情還沒完沒了啊 我覺得王院長要挺住 在這樣子的一個關鍵的時刻 王院長真的要挺住 那這個 所以大家都在看 以後所有的朝野協商 我真的很建議全部透明化 不要再搞密室的協商 所有朝野協商 就叫做密室協商的代名詞 一切透明化 把所有的經費攤開給大家看 你們的每一毛錢 都是納稅人的辛苦錢 所以一定要給大家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交代 這很過分嗎 對不對 黃老師我們現在要求 不過分嘛 當然是不過分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媒體這次 其實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也覺得其實 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就是 媒體要有這種監督的力量 那我覺得這一次 攤在陽光的西下 對人民其實是個教育 是非常好的教育 我怎麼講說 下次立法委員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可以一個一個問 你要不要這些東西 現在還保留 每個月還有8萬多 每個月 他們現在刪掉15萬多 還有8萬多 我們現在就問 賴之寶委你要不要刪 好 你到時候你就 你問一問 搞不好到時候講不刪的 或者還是保留的人 他下次就選不上 搞不好以後將來那個 立法委會大換學 對我們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好 那結果是大於變車 我就是用這樣的觀點 馬上被打槍 他說 來 我們上一次 公正主席台美牛的事情 我們黨團主動的捐3萬多塊 每個人捐3萬多 捐3萬多 3千的薪水好像 對啊 捐5天的薪水 5千薪水 捐3萬多 我們捐了3萬多 有沒有給我們掌聲 民主有沒有肯定我們 都沒有啊 還拼拼罵我們 有沒有票比較多 沒有啊 我們有批評說 國民黨都還知道捐錢 表示慚愧 民進黨佔了立法院 對 馬上就 對呀 完全沒有擺 我覺得說 這該不關的 這個東西就 不同角度 不是 所以我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不是真的叫清算鬥爭 而實在是 立法委員 真的大家就以為說 這些刪掉的 其實已經 看起來全山全山全山 看起來好像好厲害了 只留了一點點 我給大家再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個叫做 委員福利事項 委員的福利是怎麼樣的 福利法 我們自己再來看看這些 你結婚生育 19萬 當然不結婚不生育 當然這筆錢 當然就是沒有 喪葬補助 如果是子女的話 有29萬 父母配偶的話 有48萬 那 子女的教育補助 有36萬 是私立大學為例 生日禮券2000塊 這個是已經被刪掉了 所以大家還有 子女教育補助 不是罵軍公教 罵得半死嗎 說你看軍公教 你們什麼能力都有 還要年終什麼的 罵得半死 現在自己其實也有 子女教育補助 3600一年了 那但是呢 我們覺得最有意思叫做學分補助 就是呢 這些的立委覺得自己 學然後支不足 就當了立委以後發現自己實在是不行 所以呢 就繼續再去 繼續再去念書 念書花我們多少錢 當立委 我們要給薪水 你去當學生 我們還要付學費 你知道就是現在就是這種狀況 你願意付 要不要付 他他真的很認真的向上啊 我們說這種的 我們不要給你嗎 好像又很難說得過去 但他花我們多少錢 我們先了解一下可不可以 我們把所有的預算找出來給大家看 浩學立委 舉例 陳福海在高雄國立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EMBA 學分費 一個學分1.3萬 因為我們付的通通是學分費 只要他們修的學分都是我們付錢 現在1.3萬一個學分 要45個學分才能畢業 所以他要花我們58萬5 張家俊在政大EMBA 學分費1萬塊 所以45個學分花我們45萬 造就他EMBA 那謝國良 這三個都是國民黨的 政大的法學院硕士在職專班 他一個學分6千塊 可是要54個學分 因為他念法學院 所以出來以後 大概有律師的 可以考律師什麼之類 他花我們32萬 趙天理 這下面三個通通都是民進黨的 趙天理在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念機械與精密工程博士班 他這個比較便宜 1492塊 34個學分6.6萬 潘孟安是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好 他這個要花5.4萬 陳歐珀是台大的環工所的博士班 要花我們4.6萬 整個下來 這有沒有一點意思 這要去念書還要在我們再付錢呢 他念書我們付錢沒關係 他的薪水應該扣 因為他表示他沒有原政黨立委 他不是全職立委 對啊 他是專職立委不是嗎 現在還兼差去念書 然後我們還再付一次錢 所以我就說真的是 從搖籃到墳墓之外 連他這個 力求上進我們也要貴啊錢 那我們可不可以考核他 其實如果我們付了錢 我可不可以考他 好歹你要讓我覺得 你是讀了 讀進去你的肚子裡面 讀進去你的腦袋裡面 如果要不然你讀了以後 只是混個什麼資歷啊 或者像很多人說 一言卑A只是去累積人脈啊等等的 那你花這個錢 花我們就沒有公道了啊 所以以後 如果你真的堅決 繼續要用我們的錢 去念一言卑A的話 之後念完考試 全名出考題 你過關了我們才付給你 這還只是我們找到的新聞資料 應該還有更多人在念 因為不念白不念嘛 不過我其實要表揚一下 陳如海是我們金門的立委 他這一屆沒當選 他在金門參選喔 讀書去高雄 然後上班 在立委員在台北 這個三角形很不容易 這麼認真的立委 講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要從什麼 海陸空補貼他 讓他一路上台北來 再去念書這樣子 對啊 但是我們過去就講 誰而時其之 不宜樂乎 又有錢拿嘛 對不對 人不知而不應 不宜金子 你們都不知道 我不是金子嗎 大家都很高興 拜託大家都念完再來 而且我記得錢 那錢不是大家很流行去大陸嗎 所以去大陸念書的這些 他也都是拿我們的錢嗎 以前有一位立委 現在不是當立委的 他去大陸念 拿來給我說 請我當他的指導教授 我才知道說他 在那邊念 你在台灣指導的那個 他竟然也念我嚇一跳 蛤 你要念數次班 我嚇一跳 所以到大陸念 我們要不要付錢 這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想到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福利啊 因為那一段時代 我突然印象中 包括從 很多人開始 就很多人跨海而去 非常好學 天涯海角 所以那時候還只是說 哇 怎麼突然之間 大家都到對岸去念書 如果說有這麼多人 這麼熱心要向學的話 我想應該還是有補貼的 因為沒有補貼 你看立委 斤斤計較 那每一幾千塊錢 都斤斤計較 跨海去念書這麼貴 不會幹這種不划算的事 這個我是不了解 他有全額補貼嗎 我是不知道 全額 每一個學分費 都是我們付的 這我們查過了 因為我們都被人家都知道 你知道嗎 哪該念那麼多學分 唸 唸成 唸45個學分 不 力求喪盡是 我不反對 但是問題是要政府幫他出錢 這實在沒道理 因為他是專職立委 我覺得這真的說不過去 對啊 你立委薪水 我們已經付了 哪有說連禮拜六 禮拜 一般這樣子 在國內外現在有個趨勢 你看念這個東西 是為自己加值來說 比較念基礎科學的 基本上政府應該給他補貼 那像念EMBA之類的 或者是念什麼工程 這個都是比較自己加值 跟政府基本上來講 叫政府出比較奇怪 立法院可不可以把現在 正在還在去念書的 全部都把它給親一遍 跟大家公布一下 在職還在繼續進修的 我們給他們鼓掌 他們是非常努力向學 不管是在大陸念研究所的 在台灣的 全部把它公布一下 他們每一個人要花我們多少錢 告訴我們一聲 到最後我們一起 他念完的時候 我們舉行一個考試 好不好 至少來上節目 發表一下 對不對 他們到底學了些什麼 讀書心得 考試很難 我不覺得這個薪水應該 不覺得這個學費應該人民付 這絕對不對的 說不通 真的 他們一定要 所以老師 我們就只好用這些方式 你覺得他們考官好了 如果大家拉得下臉來這樣子搞的話 那我們也只好這麼做 對不對 但是立委 他現在其實那個 這種感覺是已經存在了 從這些事件看起來 我搞不好還覺得 還有很多福利我們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們人民真的不知道 因為法鬥他們的意義都不知道 所以立委員早早就知道 要組一個次集團體 叫做福利溝連線 大家都是福利溝連線 所以真的 他們藏在好多地方 所以我就說這個真的是他們的專業 他們很會藏這些預算 我還可以講一下 有些像這些真的 我做立委已經藏過10年了 我第一次聽到 所以有些就是 有些是這樣子 放在那裡 他已經念完博士了 對 你不用再念啦 其實立委真的是 我覺得應該要看齊的 就是要向馬總統看齊 因為馬總統真的很會 不是 他絕對不會很會A 他真的很會存 我們待會回來 歡迎回來經營總 我們來評章 來 周二會 《自由時報》 在今天登出來講說 說捐款超過半薪嗎 因為所得捐款跟存款的數字都不攏 所以立法委員就問說 馬總統你的錢從哪裡來 因為馬總統真的存很大 他很會存錢 所以他每次的財產申報 都發現他存款都會增加 因為他也沒有什麼其他買什麼別的東西 或者是什麼 他就幾乎全部是銀行存款 所以很容易看到他的錢的一個增加 大家回頭去算一下 就發現他一個月 我可以幾乎把他的薪水 幾乎都存下來 所以他們的立委就問說 你既然薪水幾乎都存下來了 就表示你沒有捐錢 沒有捐錢就違背了你原先的承諾 所以我們今天也特別去調查了一下 所以也來跟各位請教一下 這是連續三年馬總統的監察院的財產申報 99年的11月的時候 他一共總是7106萬 就當然包括了中美清在內 100年的時候是7397萬 就多了大概將近300萬 然後到了101年7月份報的時候 是7777總數 他又比上一次增加了 也差不多300多萬 所以如果從這個時候99年一直到101年一起算的話 20個月增加了671萬 所以如果以平均每個月來增加來看的話 就是33.6萬 這是馬總統的財產申報表 後面是我們衍生出來的一個算法 這個部分的話我就在想 這是不是真的是馬總統真的太會存錢 小總覺得 他一向是這樣 因為他其實不懂理財 那個錢就是放在他的戶頭裡面 一向是這樣 其實馬航九的錢從過去特別慰安 就被檢視過了 但是立營他裡面的算法 他其實沒有去算到周美清的 就是他 他們其實夫妻合報 就簡單講是合報 那周美清的話就更多了嗎 他過去的薪水一直比馬航九高 就從過去 那他現在有領13% 他們公營銀行的有13% 所以他其實有一些錢 立營的人應該是往那邊去想 因為連陳聰都出來講說 馬總統說他每一年 都捐過薪水的一半以上 所以他也沒有必要再捐半薪你知道 再把自己砍半薪 所以那就表示你都還存起來了 你沒捐啊 馬航九捐錢是還算蠻那個 但是我不太知道 他總統以後是怎麼捐 他過去當市長的時候 他捐錢很多我都是看過他的那個單據 那他捐 基本上來講都 過去差不多都捐薪水一半左右 就是說過去他的監管情況是這樣 那我覺得說如果這樣的話 馬總統他有必要就回應立營的 我請國民黨或者請立法院黨團 幫他把這個戲目再講更清楚一點 我是捐哪些單位 要不然到時候像一個特別會那種風暴又出來 對他就會不利 因為現在人民覺得無感的時候 就很喜歡計較立委 總統你們的薪水你們的錢哪裡去 是 所以現在確實他有一個說明稿出來 但是說實在我沒有看太多 整個就四個字就是民進黨胡說八道 是我也沒有看到說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 像小董說把它列下來 說你到底怎麼樣存的可以存到這樣 我講意思說這很清楚 其他你要不要捐款那你自己再決定 那也沒有人說你非要捐款不可 你可以不用捐款 如果你那麼在乎民進黨這件事情 你就用他們的方式去做給他看 如果你不在乎 那你就不用做解釋 你知道我講意思 你要解釋這種東西 那我如果是民進黨 我說你就給我財產捐一半就好 不管你有沒有捐款 你這樣要不要捐款是你的事 因為捐款變成你得到榮耀 然後你要答應的承諾沒有做到 你如果在乎民進黨那件事情 你就你就這樣回應嘛 那你如果不在乎就就不用回應了 說老實話 對這個回應就是說 呃陳其邁拿出來的數字 完全跟事實不符 數字究竟從何而來 陳委員的計算連日期的基準都錯 數字也完全錯 跟事實完全不符 這是民進黨扭曲事實 守法問證的又一個例證 我是覺得啦 就是事實上對於總統來說 他非得要捐款嗎 其實沒有 那事實上馬英九自己說他自己捐款 所以是他自己說的 他想要得到捐款的這個美名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是覺得他可以把他的捐款公布出來 我覺得這點是 就到目前為止 他本來自己要說 你要得到這個美名 當然大家就會去印證說 你到底是不是說實話嘛 當初蔡英文也有說過 他的18%很多的東西 都拿來捐款不是嗎 那大家也要他拿出證明來嘛 因為你要這個美名的時候 就希望你做出名副其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是馬英九自己要去承擔 但回過頭來看的話 我是真的覺得民進黨的立委 不斷的拿著 就是說要馬英九捐一半的薪水 要這個政務官這個減薪 我是真的覺得今天拚經濟有很多的方法 我覺得這樣子的開刀 他結果 就是我覺得不理性的討論方法 結果就是你自己必須要挨刀 那現在立保宇也說很痛了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這樣討論有意義嗎 今天 因為我覺得他會這樣講 是因為陳水扁當初捐了一半嘛 那陳水扁為什麼要捐了一半 我覺得他 你賺污了 然後我就說好 我捐一半 你看我多麼的清廉 你問你 你A的錢比你捐的錢多上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事情 你需要去效法他 因為陳水扁有捐 所以馬英九就一定要捐嗎 這是馬英九自己 如果真的馬英九自己承諾 這些事情 他自己承諾過 我剛剛講的是捐款跟薪水減半 我說減半自己 沒有 我現在講說 減半這些事情 馬英九自己承諾 如果他沒有承諾這個 他有捐款 他沒有說要減半 他是說要捐一半 在這裡面 那我現在講說 你如果真的在乎這件事情 你就把那個證據拿出來 清清楚 我真的是做到 可是這個回應這一部分 完全沒有說清楚 他沒有 真的完全沒有說清楚 他只是說人家數字錯了 什麼算得近一點不對 我覺得他的回應 他的回應基本上是不願意掉入 他在算那個數字 到時候要對這個數字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我現在老實講 現在也沒有選舉 你何必再吵這個東西 事實上 事實上你說馬英九會貪 如果怎麼樣 賺錢沒有人會相信的 基本上他是OK的 我認為一般的 那你現在來講 他好像都存起來 什麼之類等等的 就每個人理財方式不一樣 以他來講的話 幾乎他都是錢 也不理財 也不買房子 還住了那個公寓 大家很清楚 這個公寓是幾十年的 非常老的房子 對不對 這個 聽說電梯還會晃 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就他家 他是不理財 財也不理他嗎 可是看起來有 財都來找了 這麼多 你看 那 我要提這個東西 其實重點真的不在 重點在於說 馬英九到底要不要回應民進黨 這件事情 對啦 如果要回應就要回應得清清楚楚 不然你就不要留 很簡單就這樣子 因為事實上 我自己我每年都常在捐 我覺得捐的東西 你要叫我公布說我捐給誰 其實有時候我是不願意的 我們是不願意的 但是我的錢 很多是捐出去的 但是同樣的 我認為他是 其實到受證的那個單位 人家運不運 你把它曝光 其實也都是一個考量 所以這裡面 我相信陳總講的 陳總已經講的的話 一個行政院長的高度 說總統捐款有超過一半 我認為這句話 一個院長 如果他說謊怎麼辦呢 如果他講不正確怎麼辦呢 只不過 當然這個回應是不夠強 我同意啦 但是就是 你想那個光景 很多人捐的 不願意把它捐的 對象機構 多少錢把它講出來 是不願意的啦 對 那時候 我們要求蔡英文 把他18%捐款的對象 公佈的時候 蔡英文也是一樣的說法 就是說對方不會願意 我公佈他們的姓名這樣子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考量 可是你知道 這種的東西 就是很容易讓大家覺得說 掉在數字的陷阱裡面 因為這些數字都會讓你覺得 算不清楚 當你算不清楚的時候 很容易就相信說 哦 既然這麼複雜 就表示人家精算過 表示這個數字的正確性 是很高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整個的一個 你要說吊詭也好 你說這是一個陷阱也好 那但是呢 你也不能講說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根據 他那時候當台北市長的錢 又兼了很多很琐碎的 就比現在總統 他現在當總統的錢 反而比較單純 就是只有這樣的進章 那可能數字多一點 可是他反而比較單純 那我覺得說 既然你已經講了 乾脆就把它講清楚 沒有什麼不能講的嘛 那我相信受政的單位也會諒解 也會諒解 因為過去很多受政的單位 也被馬上有公佈過啊 你看什麼蔡瑞業基金會 什麼那些都公佈啦 他們都很不高興 說你怎麼可以公佈 公佈啊沒辦法啊 因為有個陣營懷疑我的清白啊 那我只好拿出來講嘛 就這樣啊 現在可能掉進去會永遠沒完沒了 因為啊 因為現在綠營就是講說 有捐 你就說這個受政單位都有捐 有捐啊 不是從你薪水捐的 你是拿你特別費捐的 你拿總統的特質費捐的 好 所以這下去 我相信後面下一步就是這樣 其實看得很明白 那你就是你總統 要不要去回應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考 智慧上的一個決定 可是我想說 從這裡是不是可以看到下一步 有人就是說 下一步其實 立委完完了就來玩總統 對 總統這件事情 然後再下一步 其實從馬總統的一個事情裡面 再下一步其實看的就是 18%跟13% 你講完全正確 今天已經有了 今天在外長已經有人講說 那我們討論這個啊 因為今天事實上有媒體哦 有監督單位啊 他們就呼應綠營的講法啊 說這個立委這個錢一點點算什麼 重要是那個18% 13% 那多少錢啊 幾十億啊 幾百億啊 立委偷偷偷全部叫解其一二一 看什麼這個啊 這個叫歐流線都 轉移焦點 所以他們已經開始講了 18% 一起來講 13% 一起來講 還有什麼 政務官的洗水桶一起來砍 他不是講你砍什麼地方 從民意帶就沒有了 就是針對軍公教 聚集追殺 已經看得到了 下一步是整個 已經看得到了 那18%也好啊 那就如果要開始抬18%的話 就先把這些人 什麼人 政務官已經拿18%的 從綠巢開始的 全部都先捐 這也合理吧 全國領連中 慰問金最多的人 叫做李登輝啊 對不對 這個還用講嗎 那先拿出來講嘛 就是你可以知道 立營就是要用 我覺得這種散彈打鳥方式 回過頭來看 所以你滿意今天 立法院的朝野協商嗎 你就花錢請這些立委 去做這些 我真的覺得 你可不可以真正解決時事 你可不可以提出一些 具體建議一點 您現在收看的是 TVBS無線衛星